像不像经过湖门大桥 欢迎来到房车瓢堡 了解房车 我们看细节 期待改装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发动机舱 这个是福田特有的空调进气口 看一下它的在引擎盖上 这样可以增到它的进气量 设计有没有更好看呢 相比其他车 上方装膨安装走线 保安隔 然后轮骨包上面有隔音 改装一辆房车 经常会有好几个师傅在一辆车上 这个车是福田特有诺T6 尾团可以翻折 行程通道 上方两侧是储物箱 这是电工食物上去 拍摄时间是5月1号 因为车主急着回家 然后我们5月1号没有放假 5月12号放假 所以我们在5月1号把这车改装完 然后也方便客户回家 福田特尔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美系车 很结实 无论是关门声还是什么样 包括它的板筋 它的外观属于那种想多看它一眼的 现在在调试冰箱 它的中控是严丝合缝 噪音的话基本上没有异响 这表示在逆变 一批发跟它们的 就看见了 第三个 我有点一定会 马上 有点 一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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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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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糖 这个 没准钢铁 拍照收费啊 拍多少时间了 拍五十块钱是吧 这叫做好吃的 开心的 开心的 开心的来哦 开心的来哦 这就是这么三百元 这就是这么快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有拿到鸡 从八级也不能丢着鸡 搞个卫生搞得干干净的 大概长好没有呢 在拉斯达克就一手的钱 依然车水马路 嘿 笑一个 关注我了解更多房车细节 5月9号到11号 南京车展见 帅气